民進黨的邏輯很簡單 世界都是笨蛋 台灣絕不減碳 所以民進黨面對能源政策 就是兩句話講完 世界都是笨蛋 台灣絕不減碳 核能在全世界 現在已經都把它界定為綠能 尤其在我們現在排碳日增 溫室效應 甚至威脅到人類存亡的時候 世界各國對於排碳的要求 越來越嚴格 甚至甲烷的產量都要減產30% 也就是天然氣最主要成分都要減產 那只有我們的政府執迷不悟 告訴大家 我們不禁一個地球人 該禁的義務跟責任 拼命燒 把台灣燒成火燒島 那你把台灣燒成火燒島 你不到所謂的世界的標準 跟世界的趨勢 負擔世界上我們來減碳 以及避免溫室效應的 這樣的一個地球人的責任 那我告訴你 我們有一天就會被地球人懲罰 因為全世界將未來的趨勢 如果沒有做好排碳 沒有盡好所謂的防範 溫室效應的責任的話 那你就會被其他國家抵制 難道我們蔡英文總統 要看五年 十年後 台灣受到全世界的抵制嗎 那更重要的是 因為整個能源政策的錯誤 我們排除掉了核能這個選項 結果就會導致我們火力大增的結果 大家要問問身邊的人 現在請問你身邊有沒有發現 越來越多人得肺腺癌 這在十年前是常見的事情嗎 不是吧 是這十年來越來越多人得肺腺癌 原因就是空污的增加 更不要講天然氣比核電昂貴多少倍 我們的電費也會面臨上漲 還有國安的問題 天然氣的運輸 只要海域隔離一到兩個禮 全台灣就斷電 而核能就是一個相對穩定的 一個能源的供應 所以這一次的我們講重啟核四的公投 事實上就是拯救台灣能源未來的公投 也是讓台灣能夠回歸進到 這個減碳的一個地球責任的一個公投 我們希望大家能夠 為我們的子孫做出一個正確的選擇 一起來支持我們的重啟核四公投 參加海域的地方 參加海域和一斤 海域和二斤 眾多方面 只有兩岸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